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 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 現於2016年3月31日 舉行公投制憲運動籌款萬言 VIP席一席12位 每席3萬元 一位席卷2500元 普通席一席12位 每席7200元 一位席卷每位600元 席卷購買方式 请参阅myradio.hk 育扣重促 多谢各位支持 早安 大香港早安 後面有車 我們先移一移 我們現在在赤柱監獄的 赤柱監獄門外 我們現在看到背景 假設你能看到嗎? 看到背景嗎? 看到背景嗎? 有什麼事? 那你不要跟著我做節目吧 有什麼事? 我們現在在赤柱監獄 就是這個外面 我們現在進行這個 《雨時報》和《What My Radio》 聯播的早晨 接報大香港早晨 我們今早就來到赤柱監獄門外 進行這個早晨的直播 有四眼哥哥在 阿譚仔在拿著鏡頭 還有剛剛被我吊的就是湯姆 一二貫子都是吊架湯姆的 湯姆你去哪裡? 在這裡在幹嘛? 在這裡幹什麼? 就是湯姆馬克林 今天因為我們有一位手足 就是Marco 他放牢 他之前在荔枝國拒留所 正在監禁 但是因為他刑期四個星期 因爲荔枝國拒留所是短期拒留 所以就轉來赤柱 之前我也來探望她 她說環境也OK 當然不會OK的 坐牢又怎會OK 因為今天就要來接她 其實放牢這些東西 究竟什麼時候放都不知道 說九點放 但是通常又會遲 但有時候她早就猜不到 所以我就研究了很久 究竟是應該做完節目過來 還是應該怎樣 後來我就找了一個中間路線 中間路線就是 究竟是不做節目過來接放學 還是做完節目才過來接放學 如果做完節目才過來接放學 會不會錯過她 出來的時刻 雖然錯過了就錯過了 其實也沒什麼東西 但是總是好像 如果在這裡就好一點 怎樣取捨 最後就選擇了中間路線 就是過來這裡做節目 今天就天雨濕濕 後面有車 淡仔拳 淡仔拳 後面有車 因為我們真的風雨飄搖 根源承擔 對嗎 很誇張的 警察很緊張 看到我們 退入一點 好像多能 這裏是因為赤柱監獄的門口出口處 就變成交通好像很頻繁 但是我們待會 其實我們在等四輛車 那四輛車來了之後 我們一會就會上車做 其實我們整班手足就約了九點鐘 在這裏集合 這裏集合 咦 這是不是阿聖儀的嗎 不是 我們整班手足就約了九點鐘 所以待會我們做節目做到中途 我們就會在這裏集結 然後就一起接一下Marco放學 Marco是因甚麼事呢 先說回 Marco其實 Marco其實之前就是因為 是佔領期間 都說了很久之前 佔領期間因為被控襲警 所以於是被控告襲警罪名 罪名成立 半監四個星期 亦都因爲Marco是襲警 所以進來石柱監獄 照計待遇都挺好的 因為襲警都挺威風的 輕輕有一點厲害的 所以Marco在這裏 就爭取很多人的福利 他之前是 譬如他有些 因為監窗甚麼人都有 譬如我之前坐牢都遇到 有些言語不通的南亞人 或者外籍人士 Marco這裏有一個case 他進來赤柱監獄 他有一個 不知道因甚麼事被捕 總之是一個法國人 那法國人在香港被捕 那法國人被捕就沒事了 但是那法國人不懂英文 那法國人是不懂英文的法國人 那你英文也不懂就在香港辦事 不知道是真辦事還是怎樣 總之他在香港沒有坐牢 那法國人就很大劑 就很大劑 那他原本呢 就聽Marco說 就好像有個牧師 還是… 呃… 好像有個牧師那樣的人 一個教會的人 不是 是有另一個監犯 是有另一個監犯 是懂法文 又懂英文的 所以就可以幫他作為一個溝通橋樑 就是告訴別人 這裏怎樣啊 有甚麼不懂啊 有些甚麼有甚麼啊 翻譯再翻譯 是的 但是後來 那個懂得說英文的法國人 放了牢 那不懂得說英文的法國人 就沒有放牢 就沒有放牢 那一個不懂得說英文 又不懂得說廣東話 又不懂得說任何的 在香港可以溝通的語言的人 就在那裡坐牢 就只是說法文 那就好能無助 那Marco又不懂法文 他不知怎樣跟他溝通 但是呢 他就不知怎樣用一個方法 跟他溝通到 他就教那個法國的囚犯 不懂說英文的法國人的囚犯 就去找法國大使館求助 那又真的找到法國大使館的人 過來跟他做這個協助和安排 我過來探監的時候 我正確地就看到法國大使館的人來了 那就是,譬如他做很多這些案子 他在監獄裏面做很多這些案子 那件事很懶得金錢師 那他又不定這樣去… 因為Marco負責管圖書館 他負負負責做書包裝的工作 即是那些… 包書架的 不是,那些圖書館的書 會變成硬皮 而且放硬東西 然後包那些 就是在監獄裡,Marco這些人做的 然後他就被他找到一本… 好像是左膠禍網 陳雲老師,我沒有左膠禍網 然後他拿了那本書 周圍給監犯看 他說,你看左膠多混蛋 那些監犯都知道什麼是左膠嗎 然後他又跟他們申請福利 有一次我一起過問一下… 上車來吧… 問一下… 過去上車吧 我先說這裡 有一次他問我… 我探監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過 因為原來有很多監犯 有很多倉人 他就很喜歡看《古惑仔》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古惑仔》去到一七零幾期 斷了 然後說要搞《古惑仔》進去 然後他講的那個期數 你知道《古惑仔》是三日刊的 屌尼六尾 他一七零幾期斷了 到現在 他在街上幾二十期 幾二十期輸 都不知幾十期 總之一大疊 那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給牛腦 牛腦就拿了一堆給我 然後我看 嘩 這麼大疊 然後要進去就大了 你知道嗎 因為每次入六本 即是每個月的零碟是六本 你明白嗎 你怎樣都追不到那個進度 你每個月只能夠入六本 一個星期是兩本 而他一個月 你每個月只能夠入六本 而古惑仔每個月是出八本 那你怎樣追 你進去就要 你進去就要 你進去就要落差很大 現在先進去一點 好像已經進去六本 然後 你答應了要持續進去 對 最後真是 嘩 嘩 巨大的工程 這真是艱巨工程 但是你想想 就是艱巨不在乘坐牢 所以還是要做 哇 阿絲 去哪兒 車輪回去了 沒有位置上去 唯有繞一繞 那你為什麼不去上去 我剛才進去 我走過後不理 我走了 是嗎 他是不是看到那邊的警察 很不敢停 不是的 可以停 怎麼不可以停 阿絲回來 這個不是阿絲 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他會來的 你先上了他的車 我有事要說 你又沒有事要說 對不對 你有什麼事要說 你說一下 你當然有什麼事要說 我想說我第一次來這裡 你第一次來嗎 對 我第一次來 你遲些進去吧 應該不會的 應該不會的 你被人告誹謊 你又沒有錢給 給我不是民事 你進去 那你沒有錢給就坐 對 要說 真正破產也可以 你沒有錢給 你沒有錢給 你會做其他壞事的 真的嗎 你又打劫 走粉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都齊了 早安 早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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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見 Hello 早安 你上鏡了 你上鏡了 Hello 早安 早安 你上鏡了 我知道 做一個播 阿絲呢 他還在嗎 他還沒到 還沒到 你先到 是 好 他要預約了9點 是 是 Nono那裡 9點至10億 但我都騙了他們的總人 他應該過了半個小時 對 他說8點半 我趁多8點 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剛才駕車進來都濕車 今天是雨天 因為麻煩 你跟程教溝通一下 他們早點放 我們不是早點放飯 我也明白 怎樣 溝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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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裡 他們可以在那裡 插壺的地方 現在你先去吃 你先去吃 你差不多到的時候 我都會跟程駕那邊 甚麼 那邊 不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分裝這個 站在那裡 可以 因為那裡 他們就有程駕 說了 他們幫他們 不給你 可以 好 先 好 今天我們都盡量 不買馬 因為知道 都是一個開心的 對 接回一些電友出來 好 好 行 行 行 早安 不擺鐵馬 不擺鐵馬 原來不擺鐵馬是一個友善的 我不是 我都不想 扭住 我都不知道這個友善的那個文化 我 我怕不到這個文化 平時就很不友善 每次都擺了 問題是 為甚麼他想到 他說不擺鐵馬 之前應該想過擺鐵馬 然後想兩下都是不好擺 但在這樣就有 怎麼會想到擺鐵馬 上車先 你們在後面坐 你們先上 前面的座椅要推出來 湯姆幫我夾 你 啊 坐坐坐坐 有一個鏡頭還沒了 好好好 現在我們先上車 啊 好好好 如果在後面扔進去就可以了 阿四就想吵架 阿四就想吵架 不想啊 湯姆 吵架 吵架湯姆 不是 因為他叫他放東西在後面 然後呢 他把東西放在後面 你看黃哥 他開了這裡進去 他打算叫他放東西在後面 然後他出來後就開車尾箱 但其實開車尾箱 這樣一定很久就可以了 那他是蠢姆 上車尾箱 稍後 上車尾箱 啊 轉…轉後… 轉後… 我關不了門